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修 各位大胆 大家往上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来讲 念佛超过轮回 今天再来讲 说说我们每一个人 修行是不能等待的 我们的无常的佛 已经烧到屁股了 此生不修 你更待何时呢 说说修行啊 就不分男女 也不分美丑 也不分老少 说我们明白的人啊 千万不要自暴自弃 老的没有关系 丑的人也没有关系 残废的也没有关系 一定要给自己一个了脱生死的机会 所以简单来讲 修行就是要勇敢 你不怕死 生死的魔就会怕你 所以我们今天要求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还不必断见死祸 只要你肯深信佛语 精进不屑 烦恼就会慢慢的降服 不管你的病有多严重 不管你碰到有多大的苦难 只要你能够回光返照 阿弥陀佛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放弃 求生极的世界的正念 说修行很重要 就是第一个问题 正念 你有没有正确的观念 就说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世间 都会有结束的一天 当我们还没结束之前 我们是要准备 下一回 我们会在哪里 继续我们的路程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修行 首先要正念 你没有正念 你就乱乱修 哪不定主义 这种邪佛 是很危险的 说修行有什么好处呢 修行的好处就是 当我们面临死盲的时候 依然能以无比的正念 来面对它 因为我们知道 死盲一定会来临 任何一个人都不列外 更何况我们都是 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 说我们灵命忠实 还有阿弥陀佛可以依靠 我们还有什么好怕呢 假如凭我们自己的力量 没有得依靠 真的是个很危险 除了这个净土念佛法 我们才有这样殊胜特别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观念 修行并不难 听经文法 绝对不能停止 说你们要记住这句话 不要以为 我们修行 不需要听经文法 往往很多人 学来学习来学去 进不了这个门 人家想 自己看经十年 不如师父一句话 因为自己看经 没有一个标准 看了也不明白 还会错解 到最后 你自己的思想 观念 也不敢做个决定 肯定 我这样 到底对还是错 往往事情还没发生之前 大家的观念 都以为是正确 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了 才知道 自己以前的观念 错误 那时候要来改 来不及了 所以你就恐怖惊慌 说 听经文法 是很重要 我们每一个佛弟 学佛的人 应该要听经 你听经你明白 你就不会乱乱来 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什么是值得我们去做 什么可以放在一边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 假如你不听经 不文法 只是自己在修 自己在那边 忙修俠练 就是没有办法开悟 本来摸来摸去 都摸不到出来 你看释迦摩尼佛 在我们这世间 一生人 讲经49年 他的弟子 虽然开悟了 还长期 跟在释迦摩尼佛的身边 也在听经 还要文法 所以说 现在我们学佛的人 不会听经 不定用什么方法来听经 我在到处讲经 通过很多这样的问题 顺便讲 我来给你们大家听 做一个参考 也可以说 改变 改是听经文法的观念 有些人听经 不能够进入 他一路和 讲经的法则在对抗 怎样呢 比如说 今天我在这里讲经 以前 你还没来听我讲经之前 你已经听过很多的法师在讲 也自己看了很多书 好了 今天我在这里讲 你就一路在来听 不是在听 我讲的话 这一句话 和你以前所听的 所看的 到底不对 一路后你再打对抬 我经讲完了 你一句都进不了脑 假如我讲的 和你以前听的 不一样 我错的 不是你错 是我错 你不能够接受 到最后你再得坐 两个小时过去 一句佛法还没听到 叫做 你现在在下面 我在上面 在打楼台 因为在比较 我的师父以前是这样讲 今天你这样讲 不对 是我错 他的师父对 听不进 所以说不会听进文化 错过这个音乐 错过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会听进文化的人 是如何听呢 打开信念 不管这位法师讲的 对还是错 我们收进来先 回去慢慢去分析 什么可以用的 我们就留下来 他讲有些不能用 不适合我们就放弃一边 因为每一位法师讲 都有他的优点 都有他的好处 所以我们只采取 适合我们用的 我们就帮他拿下来 来修行上 的路情上 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你也不知道 老实说 这位师父在讲经 你一路和他在对抗 关注这些人 不要给他进来 这样听进文化 不能够开悟 还会错意 自己在那边盲修侠量 说学佛修行 首先一定要开悟先 说真正开悟的人 心态会完全不同的 没有开悟的时候 我们马是 满腹捞骚 仇视不满 在怨天尤人 等等 等到我们误了 才明白 原来一切因缘 困境 都是在成就我们 通通 就在这一念之间 说转得过来 就不会被卡死 说造恶之众生 一念回光返照 一能成就佛道 说这一念 叫做波勒正念 有智慧之正念 可惜是 大多数世间的人 就是转不过来 无法转世成字 导致 生生世世 沉沦在六道 轮回当中 就是转不过来 所以说我们学佛 就是要如何转得过来 下面我讲一个故事 讲无作论师 的故事 无作论师 他是为事中的 无作论师 很出名 他有强烈的艳心 一直很想要见到米勒菩萨 他每天精精的拜米勒菩萨 称念米勒菩萨的名号 希望能够见到米勒菩萨 可是三年以来 就是见不到 就像我们修净土的人 虽然每天 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从来没有看过阿弥陀佛一样 他这样修 每天很用功 很努力 但是如何都见不到 所以有一天 他坐在一个大石头上休息 突然间 有一只狗 跑到他的身边 这只狗 很肮脏 又老又丑又臭 身上没有毛 还得了皮肤病 所以这只狗 来到无作论师 他的身边 刚好皮肤很痒 就在舌头那里 磨啊 擦擦擦 很痒啊 所以一边擦 一都痛苦的叫个不停 这个无作论师看到了 就觉得很可怜 于是 就把这只狗抱起来 这样要用手指头 这样 扣扣他的身体 帮他抓养 那只狗 很痛的叫个不停 你越抓养 那狗就一路在叫 你看他养 插在舌头都在过挂叫 你手也不知道他养的 力度在哪里 他用手一直帮他抓养 很慈悲啊 但是狗还是叫 到最后 无作论师 看到这样 没有帮那狗 解决痛苦的养 反而增加他痛苦 他想个办法 是不是我的手指 太硬了 力度 让到这只狗很痛苦 最后无作论师拿出大慈大悲的精神 就改用舌头 来填那只狗的身子 准着狗 没有毛 皮肤病 你能够拿出那个舌头 帮他填 指他的痒 他就想到 好 他想舌头比较暖 不会弄痛 狗的身子 当他的大慈悲心显现的时候 刚刚要开始 伸出了舌头 要填那个狗的身上 那一刹那 这米勒菩萨突然就在 现成在虚空当中 他这时才恍然大悟 原来佛菩萨 就在一面之间 他搞了那么久 都见不到米勒菩萨 他这一念慈悲心 一发出来 就与米勒菩萨相应 说米勒菩萨 立刻就现前 说到这个故事里面 那含义是什么呢 其实 要跟诸佛菩萨相应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法门 就是要慈悲 平等 对待一切众生 乃至连一只狗 都不能轻视他 说结果这只狗 又脏又臭的狗啊 竟然是无作论师的大善知识 让他大发慈悲心 说无作论师看了 看见了米勒菩萨以后 才知道 我们每天拜 每天念 但是我们就没有那个慈悲心 就没有那个平等心 说说和佛不能相应 所以无作论师他当时 就是这样开悟 见到米勒菩萨 就在这一面之间传过来 你听了我这个比喻的故事 无作论师 你没有见到阿弥陀 敢说拿一只狗 来写他一下 看一下 拿一只狗来写他一下 拿一只狗来写他 看见你不见到阿弥陀 看你能够 拿到这个慈悲心 你能够来扮着狗 解决他痛苦吗 试一下 没关系 人家无作论师之事 这样 慈悲心显入 就一面转过来 说说 无作论师他明白了 他写了一首记识 来警惕后人 给我们一个修行 他讲什么 他这首记识很有意思 众人百般众伤我 丑闻谣传偏三千 无由身怀悲悯心 占他得是佛子行 众人于级 众人于众级会中 公无隐私出恶言 仪品还生亦有响 被公尽是佛子行 他这一首记识 对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很重要 就是说 假如很多人 用很多方法要重伤你 将你这个丑闻 来攻击你 谣传 骗三千大千世界 我们的心啊 由身感怀 悲悯心 可怜他 我们还要赞叹他 不要和他做冤家 你这样的心态的面对 你是真正的是佛子行 你真正在协作佛 修作佛 就说很多人 于这个集市 就在很多人大众的面前 大集会当中 来攻击你的隐私 还出恶言 来毁谤你 仪品 你还要生 他是你的义友 他要在那 增长你的道业 你还要加倍的恭敬他 赞叹他 你以假如以计较生态来去 你就是佛子行 所以说真正明白开悟的人 就不会和他计较 所以说 往里回办我 我要去找你算账 这些不是佛子行 你一页修 你的度地心 称赞心 就一页增长 所以说 现在学佛 就是这样清醒 无中生有 你本来没有事情 他造事情来攻击你 古人所讲 猪怕肥 人怕出名 你越出名 人家就要想 弄垮你 要给你下台 所以我 讲经讲了将近十年 十几年 碰过太多 太多太多的毁谤 我们还是怎么样 每一位讲经的法师 都有给人家毁谤 包括释迦摩尼佛 都要给人家毁谤 还要给人家侮辱 焉网 你看四教一生 外道 提魄大多 这些都还在 佛还是这样慈悲 怜悯他们 所以我们假如没有这些人 我们的道业 就不能够增长 所以你真的开悟了的人 明白了 这些是你的真上言 你还要感激他 没有他来帮我 我不知道 我自己的道行 到底到哪里 境界到底到哪里 问题在这里 所以说真正明白的人 不会和这些人计较 说好说 人越出名 人家就越要找你的麻烦 我跟你讲 经讲的越好 你就越没有路跑 我当然本来讲 我讲经到长到哪里 很多人不喜欢做朋友 我就自己来自己去 正常的 因为现在世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人心太恶劣了 当然你要知道 说说无作论师 教我们这一首记者 希望我们当然记起来 人家要恭敬你 你还要不能生气 还要恭恭敬敬 就算人家要恭敬你的隐私 他要传 讲道去传 你还是要很冷静 当作没有一件事情发生 这是考验你的功夫 说好说 你要当作这些是菩萨来的 来 视线来 增长你的道业 你不要中计哦 不要说人家在恭敬你 上门找他算账 好多人就是这样啊 你看 用什么方法 科技方法来斗争 登道指 你打来我打去 好像打雷台这样 到最后是这样 两败俱伤 变成淹江 所以人家在无中生有来毁伴我 我听了 等下传到我的耳朵 我当作没有件事情 还是要吃得下睡得着 管你讲什么 所以我每次在讲经 教你们 我们不要老是用手去按住人家嘴巴 天下人这样多嘴巴 你能够按得了吗 按不了 所以按住我们自己的心 当作什么 风吹过就算了 这样我们心 才能够保持平静下来 才能够清静 你念佛 诵经也好 才能够入心 没有听了一句 人家冤枉你的话 你虽然在诵经念佛 但是你心里老是想不甘愿 我心得这么好 为什么你这样做我 口音念阿弥陀 一个诵经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那 等下我出去 我就找你算账 就是这样 因为那个计划刺激你太厉害了 很多了 很多佛教徒的弟子都是这样 他不明白 他太计较 为什么 我们有明利心吗 就因为我们有明利心 人家 就抓住你这个弱点 无中生有来毁谤你 刀子传 很多修行的 修到半途之中 他就退心了 不再修了 有很多佛教在家祭祀 很放心 出处来学佛 做义工 为道场 为佛教 贡献 做到一段时间了 就不见人了 什么原因 功绩太厉害了 他说 很辛苦 倒不了回家 自己是又好 不要跑出来 他不知道这些事 增长你的道业 我说 人家说 道高一扯 就磨高一丈 你知道吗 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你要跑得出来 你就要面对这些境界 一样样 一个境界 一个境界 帮他冲过去 才能够成功 你知道吗 你老是在家里 没有人考验你 你真的有一天跑出来的时候 你就受不了 所以你一定要在恶难之中 去磨练磨练你自己 心智越来越强 所以在座国诸位 你们念佛念了几十年 什么都没看到 就是因为你们的心态完全错误 认为只要念佛 阿弥陀就会保佑你 你照样去恨人家 妒忌人家 毁谤人家 所以无论怎么念 念了几十年 还是没有办法与佛相应 所以说学佛一定要听经文法 自己要定功课 要知道 听经文法是修神人 修行人一生一世的功课 说听经文法能够增长我们的智慧 教我们如何将佛法应用在日常生活上 所以用般乐智慧打破这个执着 以这个慈悲平等心来怜悯 对待一些众生 说众生不要让我们去称恨 你知道吗 众生不是要让我们去称恨他的 众生是要让我们去同情 去救度的 你要明白 我们没有资格既怨恨众生的 你知道吗 真正会学佛的人 是这样学出来 老师学佛 老师妒忌人家 他比我好 他修行比我精进 他比我聪明 老师妒忌人家 比如说 人家学到相应了 想给你听 他的经验 你听了什么 心里不好受 所以我们佛教有一句话说 你自己的感应 最好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 只有自己知道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外面就是凡夫 比如说 你是刚刚出来学佛 才一年两年 很用功很精进 你就达到和佛相应境界 有感应 比如说了 那一个学了十年二十年 什么消息都没有 你会说 哇 我昨天念佛 那种莲花出来 阿弥陀佛放光 你说他听你会怎样 一听说 你讲 我是二十年 什么消息都没有 什么光都没有 你一年两年就出现了 说说不可以讲 为什么 他不知道 他不明白 虽然你看他学佛才一年两年 他是无量生无量世 一路累积修到今天 你可能学佛比他早 但是呢 你是前世很多是没学佛 人家路已经跑了大半截 你刚刚开始跑 你知道吗 说人家能够相应 你不能够相应 就是这个原因 他就有妒忌心 想办法 他神经了 走火路 小心一点 再看多一点 他一定会有这个心态 知道就不要去告诉人家 自己清清楚楚 不是幻想 也不是磨变 除了说和师父讲 师父做个印证 到底你的境界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好了 一般同学不要去讲 他会有其他妒忌心 大家记住 所以很多人 一开始学佛 都以为学佛 就是要修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这是一错误的观念 在这个无常的世间 不是修出什么东西出来 所以《金刚经》里面说 若以四身见我 以阴生求我 四人行学道 不得见无来 《无量寿经》里面 也有一句话 去说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不取正解 所以这两部经 都是师尊亲口所说 那么 你们每天送 《无量寿经》 是什么 是不是以阴生求我 而且 想要用这个四身 见到如来 就是以四身见我 那就是四人行邪道 不得见如来 这又该如何解释 学佛学了几十年 还体会不出来 所以学佛的 一定要搞清楚 《金刚经》的经体是 《金刚波罗波罗密经》 意思就是说 《金刚波罗智慧道彼案》 师尊之所以讲 若以四身见我 以阴生求我 四人行邪道 不得见如来 是讲什么 是讲如来 是指我们自己的自信 着相 就不能见到自信 所以阴生求我 也是相 说无形的相 你去着着他 就四人行邪道 不得见如来 所以这句话 的意思 不是说 不能看到释迦摩尼佛 而是说 永远没有办法 见到我们的自信佛 所以很多人 读《金刚经》 但是这句话 很多人不能够理解 我认读《金刚经》 我们拿着经书 在读圣的时候 你要记住啊 你开始从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某某在哪那个地方 那个就知道 已阴生了 经文文字就是阴生 很多人误解到 释迦摩尼佛已经逆盘了 不在这个世界 没有阴生了 谁知道不知道 经文就是阴生 你们诵经 不可老是执着那个文字 你要体会 所以这一段经文讲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用意 你就不是以阴生求我了 假如你假如说 老是读经 每天诵经 不能够体会 这个就是说 做个形式上 你不会开悟 想要开悟很难 所以你见不到你的自信 你这样的观念来学佛 就是说 四人行学道 学道不是妖魔鬼怪的学道 是说你不能够进门了 不能够回归你的自信 学道不是说 你跑歪了 修到 学了 不是这个意思 修错了 不是 是你不能够入门 回归不到你自己 你要明白 是不是 才需要 不得见如来 这句话 说了说 你要明白 佛在《金刚经》也讲 里面一段话 佛讲经事实 怎么样说 我本来没有说一句法 谁说我释迦摩尼佛 说法 就是伴佛 什么意思 明明说明明讲了 吃蛇解 明明还讲没有讲一句话 就是说你们往后的人学佛 不要被我释迦摩尼佛转 你知道吗 你不能够执着我讲话那句话 你要好好去思维体会我讲这句话 他才说你不要被我释迦摩尼佛讲转啊 你不要被我释迦摩尼佛转啊 他要你自己好好去思维 思维明白了 你就照着我所讲的话来修 这样才对 这样才对应 所以他还在讲 你不可以说释迦摩尼佛度众生 你也不能够说释迦摩尼佛讲经说法 他没有度众生也没有说法 因为他不着那个像 用意是在这里 但是我们独来独去不能开悟 凭自己的人类就理解很难 所以说 他这句话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见到自己的自信服 说无量寿经说 乃至神念若不生者不起生结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又有很多人就误解 以为乃至神念 我每天念神念就好了 不用多 其实很多人错解 我坦白讲一听 这句话是什么 是叫我们先转世 不管你有没有修行 也不管你有没有见到自信佛 灵命忠实乃至神念 若不生者不起生结 是阿弥陀佛之慈悲愿意 叫我们先转世到极乐世界去 大佬他那边没有生老病死苦 寿命永恒 换个好环境 继续的修行 所以心净土念佛法门 也在这一念之间 说阿弥陀佛就是做到慈悲平等 无相 所以他来建议我们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他是佛 不会计较我们过去的种种过失 你要明白 你看 这个第十八愿就是本愿 他讲 设我的佛十方众生 自信信要 一生我国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不起生结 听好了 就是说我们听了 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 听了人家介绍 这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一正庄严 我们能够生起一个自信 很欢喜 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一生我国 就是说你的一念 你这个愿望很强 就是说我发这个愿 我今生无论如何 一定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你有这样的意念 一生我的国土 主要阿弥陀佛的国土 乃至十念 就算你是用功 乃至是不定的名词 说到最少 最少乃至十身 假如你是有这样的心念 很强 要来我的极乐世界 念到最少十身 我的名号 假如你不能够往生到 我的极乐世界 我阿弥陀佛 今天就不能够成佛 你要明白 说叫你们先转世 转了撒佛世界 这一次转到我极乐世界这里来 然后才慢慢吸 你说阿弥陀佛这个失败 才慈悲 慈悲到极点 说说 十方诸佛共同赞叹 阿弥陀佛 他用意就是在这里 叫你转世 因为精神你没有办法消烦恼 断除烦恼 也没有办法消除自己的习气 如何呢 想要在这世界成佛 如何呢 没有办法 说要只有什么 只有老实念佛 转身到阿弥陀佛世界 再从头来过 最少起码离开了这个五座二世先 离开了这个污染的环境先 去到一个清静的世界 从头开始 这个是为我们五座二世 末法时代众生 唯一的一线希望 本来这个disappoint是讲的很简单 很简单 但是大家不明白 没有看到那前面那句话 一生我活乃至神念吗 他讲一生我活 这个意念要很强先吗 你有这个愿望很强 当我要到齐的世界 用功不在乎多而少 打一个比喻说 最少舌身就好了 不是说 哦 师父讲舌身 我明天就保持舌身就好了 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 他是说 打到最低最低的程度 给你一个机会 假如你们是这样来说 不能够往生我西洋前世界 若不生者 讲得很肯定哦 若不生者 阿弥陀佛今天不能够成佛 不起证捷 但是阿弥陀佛今天成佛了 多久呢 经典讲成佛已经死结了 放心 对真的 现在你们就一生我活很强 跑不了的了 肯定往生 说说我讲这个题目 念佛超脱轮回去除降 阿弥陀佛已经下保证书给你们了 你们本钱全部以后抓紧他就可以了 我的意念很强 我的意念很强 我不是愿往生 我的意往生啊 意念很强啊 为什么不是说愿往生我国呢 为什么他用意生我国呢 你好好体会这两个字 你就明白了 你是不是这样的信念 你的信念是不是这样强 假如是这样 你往生起的世界 很容易的了 很简单 阿弥陀佛一定要来 他不来他就不能够 你放心 你不要去计较这个问题 说说 所以慈敏大师说 毗佛因中利弘事 文明念我总来赢 总赢来 不减贫穷将富贵 不减下智一高财 不减多文慈敬戒 不减破戒罪根深 但死回心多念佛 能令瓦瑟变成金 能令瓦瑞变成金 他讲得很清楚 这句话 阿弥陀佛当中在殷众 发下这个红试验 立下了 反正闻到我的名号 每一个众生 我总来赢 每一个他都要来赢 不管你是贫穷的 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很富贵之人 也不管你是下智者没有智慧的人 还是高财很有智慧之人 也不管你是很多文听很多听听 慈戒很清静 也不管你是破戒还是罪根很深的人 记住你说 但死能够回心多念佛 你回头我多念佛 能令这个瓦瑞变成金 瓦瑞就是个瓦 一个物瓦能够变成金 所以要往生他的方实戒来说 先的断剑施瓦 断剑施瓦 在现今的末法时代 有谁能够做到呢 所以往生节的世界就是简单的很多 先节条件就是福瓦 什么叫福瓦呢 就是虽然没有断瓦 但是对人情世故 而你私情财富名利 通通就能够淡薄 深信缺厌要到极乐世界 零零钟时这种强烈的正念 决定能够往生 所以为什么极乐世界 一念正念现前 就即刻往生 因为极乐世界 它不是物质的世界 大家好好地研究一下 极乐世界不是物质的世界 物质的世界 无论科学 再怎么发达 通通都是有生灭的 是无常的 是虚妄的 都是妄想 都是唯心所造 如果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是物质的世界 我们灵命中时 阿弥陀佛 就要从 他的那个极乐世界 驾驶一架太空船 经过十万亿的 三千大千世界 来建议我们 你看 一个银河系 就有十万个 十万个太阳系 阿弥陀佛 这艘太空船 要开到什么时候 才到达呢 你想一下 大家想想看 假如我们今天新加坡 今天一个人要往生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从极乐世界 太空来到你这里 你不死到哪里去的了 假如 家到来 借了你一个回去的了 明天又一个要去 他一正来 累都累死他了 说你可体会 极乐世界不是物质世界 说这才说 一弹子之间 一刹那之间 就往真是极乐世界 说他不是物质的世界 你看 我们在这世界 从地球到太阳 做火箭 都要一个月 对不对 十万亿个佛国土 要做到几时 你才知道 你做几时才到极乐世界 你讲 说极乐世界不是物质世界 表面上我们看到 经典所说 有黄金铺地 有宫典楼阁 有种种 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 不是物质 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众生 大家生活在这个世间 已经被物质影响了 首先讲我们这个身体 就是物质来的 再用在身边 每一样都是物质 所以我们一定会用物质的观念 来看极乐世界 所以说是错误的观念 要改正过来 所以说 由此可知道 想想看 我们怎么能够在一刹那之间 一弹子之间 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由此可以证明 极乐世界不是物质的世界 没有长 没有宽 没有高 没有老 不会生病 没有战争 没有天灾人祸 往生极乐世界 就在因应之间 所以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 换个金光铭声 清净声 我们现在这个色声 臭死了 感冒就流泥涕 肠胃不好就泄渡 一大堆 而死 必死 我们灵命中时 无比强烈的 愿往生西方的正念 扣住阿弥陀佛的愿意 一下子就被拉过去了 刹那之间 莲花化身 一点痛苦都没有 大家要明白 所以这个境界 讲给你听 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做的世界 不是物质的世界 物质是方便 给我们这沙婆世界众生 一个体会 明白吗 很多人看经典 不解其意 认为极乐世界的莲花 就是说青色青光 黄色黄光 赤色测光 百色百光 阿弥陀佛 几个色只有四种颜色 没有了其他了 这种观念 是错误的 为什么 弥陀佛经讲这几种颜色呢 青色的青光 黄色的黄光 测色的测光 百色百光 这四种颜色到底是什么呢 这四种颜色 是颜色的基本法 假如你们大家有美术的观念 有这个经验的人 有上过美术的人 老师叫你买什么颜色 买这四种颜色 青黄 赤白 就够了 四种颜色可以变成 无量的颜色出来 是这个意思 这个青色 就是说 你们现在讲蓝色 深蓝色 这叫青色 只是说 你讲青色是说 我们现在讲到青色是绿色 绿色才叫 不可以讲青色 青色本来你看 天空是什么颜色 叫青天 青天是蓝的 现在颜色的分不清楚 你看你们有印刷 美术的 就是蓝色 红色 黄色 黄色 这三个颜色主要 再加上个白的 白纸 所变出来 是不是无量的颜色 最简单 所以你会 基本的调色 如果以99%的白色 配1%的黄色 所挑出来颜色 就不一样 对不对 如果以50%的白色 配上58%的青色 莲花的颜色 又不一样了 所以这四种莲花的颜色 代表无量无边 你要明白 不是希望只有四种颜色 没有其他颜色了 所以说很多的度 无量受精 度弥陀精 都讲 只有四种颜花 没有说省着了 这个错误 烟网 这是阿弥陀佛的那里 没有这次的超出 你要什么颜色都可以 这是基本法 你要明白 说说青色清光 黄色黄光 再来讲 莲花是谁的 真的是你的吗 你也不要想 你没有莲花 这次莲花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所成就的 到时你们要往生了 阿弥陀佛就会拿出那朵莲花来给你 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给你的 不是你自己有的 看一眼 你有早就有了 还等到今天 对不对 其实你们往生下 还是沾到阿弥陀佛的边 你知道吗 说阿弥陀佛愿力所成就 说每一个众生都是拿莲花来接引他 你看阿弥陀佛慈悲到这样 就是说你的父亲买了一架车 等着你去驾 你知道吗 给你去享受去用 你看阿弥陀佛慈悲到 有谁是体会呢 连莲花也是他老人家给你的 不是你自己有的 所以说 我们来讲一个比喻 给大家好好去反省 要改变这个观念 不要老是执着了 有一个小孩子 每天晚上 到了十点了 看到他爸爸 就要吃安眠药 小孩子的观念 就说 晚上十点 就是爸爸吃安眠药的时间 每天都灌输 做这样的观念 说好有一天 他爸爸很累 没有吃安眠药 不到十点就睡着了 可是他儿子一路在等 九点九点八十点 十点到了 一到了十点 这个小孩子就跑去叫醒了爸爸 爸爸爸爸醒来醒来醒来 爸爸你起身起身了 一路就摇他 朝他父亲 小爸爸就醒来 你叫我做什么 你叫我起身做什么 小孩子就说 爸爸十点了 你还没吃安眠药 他爸爸就很生气地骂他 蠢才 睡着了还吃什么安眠药 睡着了 不用吃安眠药了 所以你们 都跟这个小孩子一样 所以一切众生 就是这个样子 每天在佛前 时间到了 诵经念佛 拜佛 以为这样就是修行 一天时间到了 没有做 不能够睡觉 佛还没念完 不能够休息 就好这小孩子 看到爸爸十点到了 叫他 父亲啊 你吃安眠药啊 睡着了 还要吃安眠药 这样的道理 说到说我们就是这样了 固定了 变成一个执着的形象 搞到很痛苦 很辛苦 去跑排华公司赶回来 时间到做晚课 时间到有吃安眠药 我没有到你 搞到不知在 你看 其实修行没有时间观念的 随时随地都能修 说说主持大的叫定晚课 不是固定时间 随你个人的因缘 角度 关系不一样 比如说 我们到场 五点做晚课 你就一定准时五点 写到一模一样 人说 有一样就写一样 没有这样写和尚就是这样 写到一模一样 考到不清不楚 说说我们现在就是这样 从来不会用智慧来调整自己的情绪 说这个沙佛世界 是没有什么正念的 众生所有的坚持 不但没有正念 而且都是错误的 众生没有智慧 就跟一次没有什么两样 说没有智慧 比瞎了眼睛更加可怕 你知道吗 他的人生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 他不知道修行 应该从哪里下手 更不知道修行的好处 就如同以下这个故事 再讲一个 给你们警惕的 一个比喻 有一群啊 有智障的人 智障叫落智 智慧很差 那个残障的人 有一群的人 每天到了固定的时间 老师就要教他们浇花 去浇花 他们每天就重复做浇花这个动作 他落智 他智障有问题 头脑不清醒 很迟钝的样子 老师就重复浇花 时间到了 这叫浇花 拿着水后这样 这样淋 这样淋 这样的 每天重复重复做浇花 忽然间 有一天下大雨 下大雨 老师就想 今天下大雨 就不需要去教他们浇花了 后来 老师在办公室坐着又想 想到 这些人有一点智障的问题 不放心 还是出去看一下好一点 看着出去看比较好 他一气到 竟然看到这群智障的鹅啊 穿着乙衣 在花园里面浇花 你们不要笑哦 可能你们也是这样哦 所以说 你们全部也都是 穿着乙衣去浇花的智障额 你知道吗 说智障额不知道 下雨就是水分啊 因为老师教他们每天浇花 他就认为是对的 老师说今天不用浇了 他还会反 反驳老师你说 你不是说教我每天要这样浇花的吗 老师只是没有交代 他下雨天不用浇花而已 他的头脑转不过来吗 他说时间到就是要浇花 下一天他还会穿乙衣去浇花才奇怪 你说我们现在学佛的人是不是这帮人这样的样子呢 很多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改是你要固定这样的 改是你要固定这样的 你就好像这一帮人这样 穿着乙衣去浇花的人了 所以说我们不知道 所以一切众生就是这样智障 认为每天诵经 每天念阿弥陀佛 每天做早晚课 明天的把烦恼压下去 就叫做修行 就会开智慧 说相信在座的诸位 大多数都打破佛气 都有做早晚课 都是回向极的世界 那么你们反问一下自己 你们修了这么久 智慧开了都没有 开了吗 大家问一下自己 到底你的智慧开了吗 所以有些人阿 学佛非常执着 认为阿 一定要送个三千五千故 无量寿经 才有把握往生 每天除了煮饭给先生吃 其余的事情 时间都在送经 但就是不肯经经 送了几十年了 烦恼无名 还是一大堆 还是那么固执 不肯接受善知识的开导 只会依照自己的意识 越修越苦恼 越修身体就越差 他们不会反省 还不知道 他们已经修错了 写佛是这样写的吗 修行是这样修的吗 释迦摩尼佛有这样教我们吗 大家想想 这个叫做正法吗 你们想的 释迦是叫正法吗 你们根本不会用智慧 来调整自己的情绪 不听经不闻法 不听善知识的开示 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所以说 世界人呢 有世界人的悲哀 修行人有修行人的悲哀 所以你们不要误会 我不是说送经念佛不好 而是你们就像一只盲头乌鹰 盲头苍蝇啊 盲眼的苍蝇到处穿过来 穿过去 穿过来穿不出 这里跑那里跑 根本没有头绪 就算再怎么拼命啊 也修不出什么样子啊 所以要知道 学佛就是要 学习应用智慧来调整自己的群绪 这样的重复顺念正念 才是了生死的第一正法 你要知道 不可以硬硬来啊 拼命来 要这样就要这样 修到很痛苦很烦恼 大家知道